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Hello,袁生,你好 Hi,Hello,你好 之前我找你幫忙處理我手肘根健的問題 吃了療劑後,有意外收穫就是睡得好了 激發我便想起我身邊很多客戶和朋友都睡得不好 長期有些就失眠,有些就睡得不夠軟 所以今天特地想請教你關於怎樣用療劑去處理失眠的問題 其實失眠的問題是很多人有的 我記得很多人在報紙上曾經看到一個報道 他說香港有30多萬人是長期失眠的 當然在我們的工作和診所裡 我都處理過很多失眠的問題 但我今天跟大家介紹 在我們家庭用的套裝裏面都有的七隻 是可以用在失眠的 可以用在失眠這方面的療劑 但當然失眠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人們不能入睡,睡得不久 導致睡眠好像不足那種感覺 有精神 當然食因很多 很多時候最簡單是一些情緒問題 有些事情發生了很擔心 或者有些事情要將來發生 總之有種憂慮是一個很重要的 情緒方面的問題 但也有時候是因為飲食過多 有些人一夜燒到燒到燒到很厲害 那就睡得不好 但還有一個很常見的失眠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藥物 很多人吃很多西藥物 不知道原來很多藥物的副作用 是會影響你的失眠的 當然有時候你喝咖啡 日南飯之前喝咖啡、喝了濃茶 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就是幾種 有些人已經失眠了兩三年 甚至我想在你的經驗裏 有些人真的長期 可能是五至十年 甚至是更長時間都有 我們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 因為你知道 失眠引致很多的併發症 除了他真的精神不足之外 影響他情緒 影響他 可能心肝皮肺腎也影響了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一步一步去幫助他們呢 非常說得很對 失眠的影響 相信很多人都覺得很痛苦 但其實失眠不只是令到你很不舒服 很痛苦 令到你工作 失眠的人 失眠的人 工作意外會比較高 因為自己做錯事 不留心 其實影響也挺大的 也有些人 因為長期失眠 差不多 差不多進入崩潰的狀態 所以睡覺其實是很重要的 睡覺也是一個長壽的關鍵之一 睡覺睡得好些人 很明顯是健康好些 長壽些 還有一個免疫的因素 我說實際上 我們前幾集都很強調 我們觀察到 很多現在香港的新冠 中新冠病 中椒的人 很多很多 我們估計有成二三百萬人 是很大機會的 但我經常都說 如果我們吃營養素 粥的人 例如我以前教你 吃維他命C 維他命D3 松真粉 洋蔥素 綠茶素 這些工具 我發現 如果真的在吃這些營養素的人 他們患的新冠的機會 是減少很多 但我最近發現 有一個朋友 他都吃的 因為他都認識的 但他沒有吃得粥 但他又病低 很奇怪 他都乖乖的 聽我們說 原來他病的前一天 是熬夜 和朋友聊天 聊到凌晨六點 即是沒有睡覺 沒錯 睡眠是很影響我們的免疫能力 不要小看 當然睡眠本身是很辛苦 很難受的問題 所以在我們工作裡 我都處理過很多生命的問題 也很多時候我發現 最難搞的就是 當病人用很多藥物 來企圖鎮定劑 安眠藥 那些有時候是很難搞的 因為他吃慣了之後 他依賴了 他不吃是不行的 在我們來說 如果你依賴某種藥物 其實都是未曾達到你的目的 即是未曾治好病 因為你不吃就不行 你的病其實就沒有治好過 所以很多時候 病人來都是企圖用自然的方法 用同樣療法的方法 幫他徹底解決失眠的問題 不需要只是靠藥物 我們剛才聊天的時候 袁醫生就說 大概我們今天會介紹七種療劑 可以治理這個失眠 我們不如逐一介紹給大家 其實我也很強調 現在的醫療問題 是一種很需要我們每個人 是自己參與自己醫治的 所以我們之前跟他介紹過 我們有一本小冊子 其實裏面也介紹了69種日常常見的健康問題 也有一個套裝裏面有124種療劑 一樣這樣 我請Synthia 她不是醫生 但她利用我這本書裏的資料 跟大家講解一下 每一種療劑的特性在哪裏 我們如何選用 大家留心聽 或者看著我們銀幕方面 也有這個資料寫出來 有些文字會顯示給大家看 好 或者先一種介紹給大家 好 第一種療劑叫做烏頭 它的特徵 處理的病徵就是 因驚嚇或震驚而導致失眠 極度的焦慮 極度的繁躁不安 恐懼即將到來了 感覺到死亡的恐懼 劇烈的心跪 焦慮並且大汗淋離 墨搏很快 因擔心和焦慮而導致失眠 由午夜至凌晨2點 失眠更加嚴重 煩躁不安 非常擔心自己的健康 灼痛 非常寒冷 第三種 羊金谷 因疼痛而導致失眠 包括小孩子出牙 對疼痛極度敏感 孩子脾氣暴躁 尤其是出牙時候的嬰兒 孩子要求被抱著或者搖晃 孩子因耳朵或出牙疼痛 而無法安靜 第四種 咖啡 處理的症狀是 失眠 凌晨3時完全清醒 滿腦子都是想法 過度刺激 過敏 或者過度興奮 神經緊張 凡躁不安 身心異常的活躍 對於疼痛極度敏感 對於噪音光線 觸摸過度的敏感 令到病情更差的 情緒過度高漲 包括喜悅 黃素卿 病症是 因驚嚇或者脅腸而導致失眠 想躺下睡覺 但是又睡不著 因脅腸而引起輻射 頭暈 紛紛欲碎 沒精打彩 遲鈍 令病情更差的就是驚恐 第六種 呂送果 症狀是 因悲傷或者失落而導致失眠 無法控制的哭泣 食慾不振 和極度的悲傷 明顯的情緒波動 經常的嘆氣 全身都麻木 和抽搐 強烈渴望和厭惡水果 或者是厭惡水果 令病情更差的就是 悲傷和失望 第七種 馬前子 症狀是擔心失意生意的人 導致凌晨三點會起床 非常非常煩躁 和不耐煩 發冷 工作狂 想成為第一和最好的 愛競爭 吹無求疵 A型人格 因光線 噪音 聲音 和其他的刺激 過度敏感 而導致失眠 吃過多的油膩 或生辣食物 或者喝太多的酒 而導致失眠 渴望生辣食物 脂肪 咖啡 酒精 和煙草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遠醫生 我們剛才分享了七種療劑 你和我們再解釋一下它們的特點 其實療劑方面 是有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第一次介紹的就是烏頭 其實烏頭是甚麼情況 烏頭通常被人突然之間受驚恐 有時遇到一種情境 即有些事情發生了 你就很害怕到那晚睡不到 記住這種 突然而來的驚恐 導致你的心情很黃 好像快要死的感覺 在這個情況下 療劑就是烏頭 烏頭就是這樣用的 另外一種就是生癌 但不用擔心 療法療劑是稀釋到 億億億億萬分之一的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成分 新療劑 那個人經常擔憂 很不安全的心態 有時候可能因為金錢受損失 可能輸了錢或者投資失敗 那他那種很沒有安全感 那種經經方方 騰騰鎮很不安的 還有提到 有時候身體的症狀 就是有一種灼熱的不適 如果你看到有些情況下 他可能只會燒傷 那燒傷當然有很多療劑 但如果你發現 一個人燒傷之後 他很害怕 很害怕荒 好像快要死 還有燒的位置就像有一種卓越 其實是新年式的療劑 記住 通過療法 每一個療劑是很多應用的地方 總之的重心 就是他是一個很害怕 很不安 對自己健康很不安 因為快要死 那燒透就是當時 直接驚恐到發癮 震驚的燒透 經常內心不安 不安 好像沒有安全感 這就是新的療劑 另外一種就是陽金谷 燒焦糖 燒焦糖通常用於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出牙子 出牙子很痛的 你怎樣哄他也哄不到 你摸他也摸不到 他要東西你給他 給他東西他又不要 總之搞到你 你看到他想刮他 你遇到這種情境 你不用刮他了 你給他那個陽金谷吃得了 立即可以靜下來 可以令他睡得很好 第四種就是咖啡 咖啡可以看到 即是我們同類相似 喝咖啡的人會什麼呢 睡不著覺 眼光光 聲音很敏感 睡不著 聲音很敏感 小小的情況下 他就睡不著 遇到這種情況 好像因為喝咖啡 睡不著覺 這種失眠 就用回咖啡去治療 同類相似 語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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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论 另外一種就是王素卿 Jel Simeon Jel Simeon那種 都是有一種驚恐 就是內心有些歇場 有些事情發生到 他就是累了 他累了 但又睡不著 他覺得累了 應該睡了 誰知道睡在床 又睡不著 這種溫溫肉碎 無精打採 他好像遲遲頓頓 頭頭暈暈 重重 這種情況的失眠 就是用黃素卿 另外一種就是 女宋果 女宋果通常是什麼呢 失戀 或者有些悲哀的發生 感情問題 突然之間失落了 被人拋棄了 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這種都歇斯底里 那種情緒的反應 好像哭泣得很厲害 這種就是女宋果 每個療劑都有它的情景 很特定的 你一定要觸摸到 針對性很強 是的 這種的 我們稱為State 就是那個情景 不是病名 那麼簡單 它什麼的情景之下 這個療劑就會適合它 最後那種 我們介紹了 就是馬前子 Nuxvormica 馬前子通常那些人 平時是那些很薄殺的 我們叫做A型人 工作狂 吃完了 大飲大食 中午吃美食 喝酒 吃煙 但是那些人 可以說 非常緊張 神經很緊張 這種情況 很多時候睡得很差 這就是馬前子的療劑 跟大家介紹了七七療劑 大家想想到每個療劑的重心 是不是 烏頭 害怕 嚇怕 那個身 就是那種不安 沒有安全感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那就快死了 楊金谷就是 痛 不舒服 總之是 好像出牙那種痛 或者某種情況 總之是很緊張 很痛 小孩子 或者耳朵 耳朵 耳朵中耳炎 痛到睡不著 這就是有種感覺 當然 從事醫治中耳炎 你記住 療劑的東西 是全面的 不是安眠藥 如果你是因為中耳炎痛 搞到你睡不著 那你睡不著 那咖啡 大家都知道 咖啡做得好 咖啡做得好 有些人很開心 知道嗎 可能有些事情發生了 人生的事 很生氣 興奮那頭睡不著 大飛大喜 這就是咖啡 那 黃素卿就是溫溫溫溫溫 有些人擔心 又累又想睡 但累死了又睡不著 這就是黃素卿的正形 鋁宋芳簡單來說 失戀 情緒 對 鋁宋果 失戀 情緒受到創傷 這種歧絲底的反應 那馬前置就是 我們一般現在的 搏殺型的人 喝酒 吃煙 喝咖啡 到時就睡不著睡 大家聽多兩次之後 要知道 每個療劑是有一個特色的 你一定要了解 每個療劑的特色的情境 那你遇到一個病人 或者是家人 當然你家人自己熟悉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背後可能失戀 你知道的 有些人吃那些 買泡麵藥 那些人不知道 你知道在這裡選一隻對的 那這七個療劑 都是我們基本的家庭應用的套裝 一百二十四個療劑 那一本書 最像我剛才所說的資料 希望將來大家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經過我處理的病人裡面 很可惜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是吃了很多精神科的藥 那些抗抑胃藥 那些抗抑胃藥 那樣才來找我們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也有時候 要花點時間 慢慢幫他排毒 慢慢幫他解毒 才可以醫治 但是如果你自己手上有這些工具 在初期發生的時候 你用得好 用得對 效果是驚人的 是很快很快的 最重要的是 對症下藥 除了療劑 還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助自己 去舒緩這個失眠的情況 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 我們去訂這個酒店 有往往它變成在床上 有幾塊朱古力 其實朱古力是做什麼作用呢 其實朱古力裡面有一種色氨基酸 Tryptophan 一種氨基酸 是會幫助我們睡眠的 所以有些人 在臨睡之前 就喝一杯暖的奶 也是同一個原因 它有一種氨基酸 叫Tryptophan 也是幫助我們入睡的 所以很多食物方面的工具 當然有一種影響我們的睡眠 就是吃得太飽激 但是也有人餓又不行 要燒一下 吃吃宵夜 當然總之就要吃得 不要過份 有些人餓 睡不到覺便吃點東西 有些人吃得太多 睡不到覺便記住 不要亂吃東西 還有一個睡覺的環境 很重要很重要 我記得我有一次去武宜山 去和朋友一起去參觀一個地盤 我打算去建一個健康營 健康中心 我當時在大陸有些人招呼我們 通常就帶我們去吃午飯 吃了午飯之後 就見你回到酒店去睡午覺 我說咦?我們從來沒有睡午覺 怎麼睡呢? 結果我去到酒店那裡 我就把那些 就是他幫你窗鏈拉光 是黑到身手不敬五指 好像半夜三間那樣黑 比我們一般的環境黑很多 都是很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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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從來不需要睡午覺的人 就去那裡睡了 睡了幾個小時 其實睡覺的光是很重要的 所以盡量令到睡覺的環境 要夠黑和夠寂寞 有些人喜歡有一種習慣 就是在床底的走廊開小小的燈 叫Pilot light 就是一種夜燈 夜燈那樣 其實這個好不好 甚至乎有些地方 比如在冷氣機上 冷氣機上有一個小燈 其實在黑的地方 那一盞燈是很光的 你看到的 所以盡量把房間 蓋上光源 尤其有些在香港 可能外面有街燈 那你就要窗簾布也好 一層一層 總之你盡量弄到默測黑 這對你的睡眠很重要 好了 也有些人晚上起床 又要去洗手間 記住 你盡量去洗手間的時候 不要開燈 因為你一開 你身體那個 那個腦那個 那個通年就會有影響到 是 你入床 又睡不到 那盡量 盡量不要開燈 自己 要做到你要做的事 所以那個安靜的環境 還有黑的環境很重要 那有些家裡的環境 也不可以去看 就是他又不做得那麼黑 那就帶一個盡罩 做一個儀室 那有時候你也可以聽那些 抒情一點的音樂 那這些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的 那還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真的可以嘗試一下 就是用那個鼻高的左右交替 呼吸的方法 做它3分鐘 5分鐘 那也有機會令到你平靜下來 呼吸是很重要的 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其實很簡單 例如你按住那個 右邊那個鼻孔 那你就可能 就用那個左邊 這樣吸收 OK 吸收之後 你就用中指 你按左邊 就放在右邊 就敷它出來 敷它出來 敷它出來 接著你又用右邊 吸吸回去 吸滿了之後 你按住它 就在右邊 再噴它出來 然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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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即使用這些方法 就是左右交替的呼吸吸氣 也有機會令到你的人 可以安定一些睡眠 右吸左呼 是嗎 是的 總之就是交替 吸 然後呼 那邊又吸 然後呼 總之就是交替 交替交替交替 這個一種 就是用呼吸的方法 亦都可以幫助大家 可以睡得好些 這個我第一次聽過 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這個有什麼都不需要 是的 很方便 總之你能夠 記得這樣試一試這樣做 好了 還有一種情況 有些人睡得不太軟 就是因為他習慣用口呼吸 有時候鼻高 有鼻息用之類 發現如果用口呼吸的人 睡眠的質素有影后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會打鼻寒 睡眠窒息 打鼻寒 如果有兩家人 就是有一個伴侶 躺在旁邊 有時候也會影響 所以我們建議 用一些貼口的膠紙 貼著它 OK 那貼著它 就逼你不要 抹大口呼吸 你可以拿鼻高來呼吸 拿鼻高來呼吸 是比較深層的睡眠 很多簡單的方法 大家可以試 最重要的是 有什麼問題 盡量用天然的方法去處理 有時候 一用到藥物 有時候表面好像很快 但長遠來說 這個問題 已經是根字不同的 因小失大 那些貼口的貼紙 容易買到呢? 袁醫生 不是那麼難買的 我們綠創健康店 也有的 我們公司有二千多種的健康產品 主要是有什麼需要 我們都盡量供應給大家 就是香港買的 好啊 在這兩年來的疫情 相信大家都 多或少會有些抗疫疲勞 一個優質的睡眠實在是太重要了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重溫 今次的session 如果是覺得有用的話 亦都分享開去 令到多些人可以悠覺好睡 今天多謝你 袁醫生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